国语有声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道心密藏 主诸先佛为无疾老母 玉林军护驾主帅月五目王将 律师一轮明月照鸾鱼 护驾神兵未敢书 台岛鸾堂看隐约 中周圣地认安书 至诚可和乾坤礼 行善能通造化于 老母公亲临直笔 撰文卓句著天书 盛世今夜月白风清 无疾老母一驾 亲临南天直辖鸾堂台中 武庙明正堂 飞鸾匠笔 著作无疾天书 道心密藏一部 天下神奇奇及中周圣地 攻戒一驾 无任玉林军护驾主帅 职责重大 天书著成之后 此书即是修道者之名 吸读者言而未知 物而行之 何患忽道修之不成焉 幼氏 无疾老母一驾降临 神人贵阶 天母至尊无疾老母将 义氏 朱贤清与朱儿女免礼 律师 借此勤修目几招 依成可志勇新朝 密藏里彻全神冠 顿悟怀开竭力条 明翘归真中见性 据灵环本早生苗 经言道法超三界 下定功夫路不遥 幼氏 娘今夜成兴下凡 应运将诸道心密藏天书一部 其已唤醒痴迷之诸儿女 早蒙善觉 秦修天道 以消除浩劫 第一章 道心为微 人心为微 道乃万有之主宰 亦即天地之母 万物所由出也 道有三无私之德 礼记 天无私父 地无私在 日月无私照 专题本文天所负者万物也 不分人之善恶 不分富贵贫贱 不分男女老幼 不分山月何川 不分禽兽草木 不分动物与不动物等等 凡在天下所有之万物皆一事同人 绝无偏私而皆赴之也 地所在者万物也 不分山川何月 不分人之善恶 不分富贵贫贱 不分男女老幼 不分禽兽草木 不分动物与不动物等等 凡在地上所有之万物皆一事同人 绝不偏私而皆赴之也 日月无私照者 凡日月之光所及 皆一事同人而普照之 绝无偏私 由此可知道心是至无私也 然则何谓 道心 道心者正大之心 天地之心也 道心为先天道之心法 即良知良能也 大学之道 再明明德 明德即是良知 再止于至善 至善即是道心之极点 道心本无欲 有欲者 不是道心 乃人心也 人心多贪 故曰 道心为微 人心为微 人心为后天之心法 即贪欲与自私 是故 人心危险也 道心与人心原是一体 一念之善 即是道心 一念之恶 即是人心 道心与人心之分别在于欲 无欲就是道心 有欲便是人心 人心由来不善不恶 其关系再染 染于苍则苍 染于黄则黄 三字经云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此习即然也 即教育也 教育之好坏而分别造出善恶者也 须知道不愿人 人之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也 道心即是天道之心法 凡修天道者必须先修心法 修心法者必从无欲开始 少思寡欲为道之即处 人心为微 可善可不善 善即道心 欲者动 无欲则静 无欲即道心 即至善也 时运便千法一千 上天大开普渡之门 今知修道与西不同 不必如古人顿 寄于深山 隐居于古叉 只要从日常生活修起 就在尘世上修炼 出污泥而不染 乃是真修道者 娘今夜所述者 为道心为微 人心为微之概要 愿诸儿女应有善觉 少思寡欲 智力勤修天道之心法 则可尽道矣 小编补充 其实这编提到 昭文道 悉死可也 非常重要 人生最关键时刻 就是往生那一瞬间 你的念头与心念 会被放大好几万倍 如果是善念充满智慧 则往生后 会更充满善念与智慧 光明笼罩自身 人生最大的课题 也就是死亡 因为很少人 去规划死亡后的生活 一般人在地府受苦 迷迷茫茫 经过好几百年才去投胎 通常在人间造的 恶业因果又多又重 所以满多都去投胎畜生道 又经过好几万年 才有机会投胎当人 结果又做太多背叛 良心之事 又堕入地狱当中 轮回好久好久 所以小编建议 可以赶紧去求先天大道 求道功德金为200元台币 求道后是可以往生后去天上接受考核与修炼 一生非常虔诚修道 保证至少还可以去南平山寄攻活佛之净土 但仍有许多旺季三宝或功德太不足者打回地府去听经所 这太可惜了 所以小编建议一定还要替自己筑集灵修院 小编只推荐五庙明正堂的无级正道院 筑集需替自己先中原灵树持续六年 一赤拱横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筑集一位需6000元台币 小编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看到要花钱就不去求道或者筑集灵修院 想想看我们缴保险费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现在只需要一点功德金就可以为自己的死后世界规划回天之路 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一定要让自己一求道二 筑集灵修院三 一个月至少吃素十四天与三净肉 最好可以亲口吃素一辈子 功德很大 一定要超拔父母祖先到五庙明正堂的无级正道院 一位需一万两千元台币 一赤拱横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一位至少需6000元台币 小编整理末法书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班之外 还有一赤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师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筑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生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六 种植无极元灵术 在五庙明正堂种植元灵术 除了先佛可施肥 无极水来就近照顾 对我们身体健康很好 这种待遇只有无极先佛才有的待遇 一般我们园灵术会随着我们业障多寡 而在不同处 随着业障而受侵害 种植园灵术只需每年五千元台币整 若种植累继六年或一次性缴交五年份之费用 即可生前住籍无极正道院 可永托轮回 老母娘赐下无极正道院于五庙明正堂 此灵修院正道者准于永托轮回 已回无极礼天 望大家把握替自己与家人祖先抄把 与生前住即哟 正道者是可以永托轮回哟 明天不甩也不悟 感谢耸忍 广 dealer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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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